Hello 大家好 我是按摩職人 Mr.Ten 今天要来分享数科考试及格后 怎样申请大张的悬挂式证照呢 要申请大张的悬挂式证照 主要有三个方法 第一种是现场申请 第二种是线上申请 第三种是通讯邮寄挂号申请 现场申请需要到台中的记检中心 线上申请需要用到读卡机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跟我一样 都是用第三种邮寄挂号申请的方式来办理 所以这支影片就来示范 怎么用邮寄挂号申请悬挂式证照吧 要准备的东西有 申请书一份身份证 技术士证 以及400块的证照划播收据 所以首先先到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的表单下载区 我们下载最新的技术士证书悬挂式申请书 下载连结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区以及留言区哦 接着大家要记得先把申请书与身份证正版面 技术士证的正版面列印出来 然后依照申请书的填写范例 填写自己的姓名 身份证字号 电话 护照上的英文姓名 收件地址与email 这边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你是原住民 记得要把你传统的姓名一并填上去哦 再来是技术证的职类 请填写22600民俗条理页传统整副推拿 级别我们就填 但一级 再来依照范例申请的原因 勾选初次申请 再把应付证件的1234项全部打勾 然后服贴上列印好的身份证正版面 以及技术试证的正版面 最后我们再到邮局划拨400元 到技能检定中心 换补发证兆费用专户后 把划拨收据 服贴在申请书上 最后申请书的样子 就会长这样子啦 完成后就可以到邮局记过号 记到台中市南屯区 黎明路2段501号6楼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技能检定中心 全检科收 我们就完成申请啦 接下来就只要等证书记过来 我当初6月10号申请的 6月27才收到证书哦 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才收到 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吧 好 大家都学会了吗 收到技术试证后 就赶快去申请吧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就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吧 我是按摩职人Mr.Tan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